看着陈哥已经射出的子弹 现在不管我想做什么事情都已经来不及了 倒在地上的小魏也朝着魏三所在的方向扣动着单击 眼见陈哥还要继续补枪 我一把拦在陈哥身前 陈哥 不要开枪 魏三实在是该死 皮炎子 你干嘛 哎呦 赶紧让开 阿七见状也是拦在了刘总身前 陈哥眼神错愕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但好在陈哥懂我们 放下了平举胸前持枪的右手 见阿七限制住刘总后 我靠在了小魏身边 魏总 还能坚持吗 要是可以 我帮你 小魏嘴里不断地吐着鲜血 眼神里面浮现出了一抹感谢 抓起小魏的守候 我调转枪口对着魏三 但小魏用紧存的力气朝我摇了摇头 皮炎子 我很感谢你 你有没有想过 一旦你帮我开枪杀了魏三 你自己也活不了 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杀你们 毕竟这是我的私人认怨 也是魏三他命不该绝吧 你靠近点 让我把话说完 小魏说完我内心猛的一阵 用耳朵靠近了小魏 皮炎子 如果你活着出去 记住 去某某地方 里面有我这几十年来收集的东西 你好好的保存好这些东西 如果可以 有朝一日麻烦你一定攻之天下 拜托了 还有 我不叫小魏 我叫刘去魏 话音落下 刘去魏生死 双眼之中竟是不甘 对于这样的结果说实话 我是没办法接受的 很多时候也真的印证了那句话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没过多久 魏加德的大部队来后开始处理现场 魏荣走到我的身边一脸冷漠的看着我 我问你 之前想为你们低头说了什么 没什么呀 就说有朝一日朗朗乾坤 次会公布魏三爷当年犯下的罪行 除此之外再无任何 我话说完魏荣半信半疑的看着我 就在魏荣想要继续追问之际 刘总走了过来打断了魏荣 荣姐 你这边弄完了吗 陈总和我找皮烟子有点事情 见刘总已经开口 魏荣没再多说什么 点点头让刘总带走了我 回到陈哥的办公室后 刘总一脸担忧 陈总 这个事情到这里肯定是还没完的 虽然现在魏家的货已经找到了 但是魏三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况且他这次还中枪了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脸 走一步看一步吧 现在火那边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子弹头欠水房钱的事情还没处理 你去处理一下吧 提前通知魏荣后 我带着马内来到了魏荣的办公室 没想到这几天的耽误 一下子让子弹头欠的三百多万滚到了六百四十七万 今天过来找我就只有这一个事情吗 魏三爷伤势怎么样了 这个就不劳烦你操心了 我叔叔好后 我想他会找你的 到时候你等我电话就行 那之前说的不牵连无关人员的事情怎么说 你放心 你就算数 至于怎么处理你 我叔叔自己决定 毕竟当时你可是想要他命 这个我做不了主 我点点头朝着魏荣鞠躬至谢后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回到公司后我将阿钱叫了过来 老钱 过几天我可能要去办一点事情 什么时候回来暂时还不知道 等小黑子弹头全部出院后 你带着他们俩回国 哪里呢 我办完事也会回来的 到时候我们直接国内见就行 放你的臭屁 真以为老子什么都不知道是吧 无非就是你担心魏荣对你懂事嘛 干脆我们一不多二不笑 直接献下手为强 没你想到的那么简单 好了 不说这些了 反正你按照我说的办就行 其他的不管不问 记住 老钱走后我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 三天的时间转身急事 魏荣的电话也终于打过来 事货躲不过 魏三点名要见我 来到魏荣的办公室后 只见魏三和魏荣坐在沙发上 双眼直勾勾地看着我 你小子胆子够大 想好怎么死了吗 魏三爷 我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只是在弄死我之前 我恳求你能网开一面 放了那些无辜的人 呵呵 你觉得同样的错误 我会犯第二次吗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我可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 再次发生 话音落下 我将恳求的目光 转移到魏荣的身上 希望魏荣能帮我说说话 不过魏荣一脸冷漠地 扫射了我一番后 将自己的目光转移其他地方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魏荣的办公室里 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 我扑通一下 直接跪在魏三的面前 魏三爷 求你大人有大量 放了那些无辜的人 让我一人坐视一人当 见我直接跪在地上 魏荣一脸诧异地看着我 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 魏荣已经知道 我是什么样的人了 我不是什么心高气傲的人 但我一定是有骨气的人 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 跪在我面前的人 也远远不止你一个 魏三爷 我知道 但只要有一线生机 我就不会放过 说说 小容 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问你 之前为什么将枪口要对着我 见魏三这样问 魏荣赶忙给我使了一个眼神 是以我说点好听的 魏三爷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呵呵 有意思 那你先告诉我真话 真话就是当时 我不忍心看到 刘居卫三十年的心血 就这样毁于一旦 我们底层人都容易共情 还有就是魏三爷 你三番五次地 想要置我们于死地 我也的确想要 借助刘居卫的手除掉你 话音落下 魏三一脸杀意 来人 脱下去 就地处决 魏三话音落下 魏家的缅兵直接冲了进来 几个缅兵一把将我摁住 魏三爷 是想杀你没错 但是我们从始至终 都没有想过 要对魏小姐出手 说说 你还没来的时候 小魏想要对我出手 是皮炎子和阿七挡在我的身前 防止小魏伤害我 见魏荣这样说 魏三摆了摆手 魏家的缅兵 退出魏荣的办公室 魏三爷 我这个人恩怨分明 魏荣小姐的恩情 我记在心里的 现在你我互不相欠 之前你在老窝那边救了我一次 算上小魏那边两次 我也帮了你两次 我们互不相欠 看在你救了小容两次的份上 你们公司里面的那些人 我就不追究了 魏三爷 多谢了 现在我人就在这里 你想怎么处置 就怎么处置 你小子倒是有点自知之明啊 和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像 不过我没有傻到不考虑自己 你这样的人永远都只能成为别人的马前卒 说说 其实皮眼子人还是很好的 有担当有原则有情有义 比外面那些人好多了 小龙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也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只是这样的人不能为我所用 那就只能除掉 说说 反正他们掀不起什么风浪 我们魏家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 再说他们陈总击毙了小魏也算有功劳 所以给他们一个机会吗 看着小龙的份上 我给你一个机会 能不能把握住就看你自己了 魏三说完我急忙点头 只要魏三愿意给机会 不管是什么我都愿意尝试 好 现在我们赌一把 我会在左轮手枪里放一枚子弹 你开三枪 要你没死 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你准备好了吗 魏三说完我坚定地点了点头 魏家的免兵拿来枪后 让魏龙当着我们的面 亲自填装了一颗子弹 看着滚动起来的枪下 我的双眼也跟随着弹侠不断地转动起来 还等什么 直接开始吧 我强壮镇定随后伸手缓缓 放在茶几上面的左轮手枪拿了起来 死就死 十八年后还是条好汉 说吧 我对着自己脑袋连开三枪 顶针撞击的声音回荡在我耳边 我紧闭双眼迟迟不敢睁开 足足过了三十秒我才睁开眼 只能说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是的 我赌赢了 魏三爷 按照你的要求我开了三枪 我还活着 我魏三不是什么好人 但我说到做到 老天爷不让你死 我也不会逆天而行 我们之间的事情就到此一笔购销 话音落下 魏三抚袖离去 魏三走后我一脸感激地看着魏荣 从魏荣的办公室出来后 我立马回到了车上 打电话告诉了陈哥这个喜讯 在返回公司的途中 我想起了刘去魏临死之前 给我说的不行 不行 东西我必须拿回来 下定决心后 我调转车头开到了刘去魏所说的地方 拿到他所说的东西后 我才返回到公司 打开袋子后 里面有一个连接手机的U盘 还有两部没有密码的手机 将U盘连接手机后 我看到了大量指认魏家犯罪的证据 还有一些刘去魏留下的字数视频 我也得知了这两个手机 就是两个国外银行账户 里面有着大量的码内 正当我还在查看之急 陈哥来到了我办公室 我赶忙仓促地关闭了手机 东西是那个刘去魏给你的吧 我看到陈哥一眼没有说话 我能猜到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一旦泄露出去 魏家将不复存在 好好保存吧 说不定它可以成为你保命东西